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二段 十三节到十八节 这段我们讲的简单些 尤达女子以色帖被立为王后 取代瓦斯提 十三节提到了女子最终去要见王的程序 当这女子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 凡他心里想并开口索要的都可以得到满足 去见王的女子晚上进去 次日再回到女子第二院 接着这些女子就受掌管妃嫔的太监杀甲的管理 这些女子都见过王了 但除非王喜爱他们 再提名招他 否则就是一生没有再见王的机会 这是十三节十四节所讲的 十五节提到了 当轮到以色帖去见王 以色帖明显的与其他女子不同 经文说他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 他别无所求 所以凡看见以色帖的都喜悦他 于是十六节十七节就讲了以色帖见王的时间 乃是亚哈瑟鲁王第七年的十月 当以色帖出现在王面前 王便爱他过于爱众女 经文说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储女更慎 于是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立他为王后 代替瓦斯提 我们实在相信 犹大女子以色帖能够被选为波斯国的王后 肯定不单单是他那超凡出众的美貌 另外一定是那惊为天人的谈吐和所释放出来的 无以伦比的魅力 所以我们相信以色帖所拥有的美 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全方位的美 有体型和外貌方面的 更有气质性情和文化方面的 当读到本章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经文中喜欢强调以色帖在众人面前的互动关系 第九节提到 膝盖喜悦以色帖就恩待他 第十五节就提到 凡看见以色帖的都喜悦他 十七节提到 王爱以色帖过于爱众女 他在亡眼前 蒙宠爱比众厨女更甚 这样经文当中的重要字眼 都在告诉我们 蒙神所爱的犹大女子以色帖 乃是有着让众人都喜悦的生命 所以他的情形就有点像 当约瑟在埃及的护卫长波提法家里的时候 他的主人信任他 当他后来被下到监里 监里的官长和御主也都喜悦约瑟 又像戴伊里 当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的时候 王的太监长亚什匹拿与戴伊里有着美好的关系 戴伊里与护卫长亚略 也有着美好的关系 我们用这样的例子 就在说明 圣经中那些为神所重用的人 都有着非常美好的 从神而来的性格魅力 他们不单单在神的面前 得蒙恩宠 有的时候 就连他们在恶劣不好的环境中 连人都会喜爱他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从神和从人那里所来的特别的恩宠 让我们今天就多在主的面前有所学习 也热切的在神的面前祷告 主求你使我成为一个蒙恩的人 愿你将那特别的喜悦加在我们身上 这喜悦不单单是从你而来 甚至也从人而来 但前提是 从人而来的喜悦 是该来的喜悦 我们不求 那从邪恶之人身上 所来的喜悦 经文中没有太多的强调 亚哈水鲁王 立以斯帖为王后的细节 总之 他大大的被以斯帖所吸引 将他封立为王后之后 紧接着为他大拜筵席 同时又向各赏豁免租税 并且还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 这其中就包括 为了波斯国有了新王后 老百姓可能享受了美好的新的假期 同时繁重的税务被豁免 甚至可能也包括狱中的囚犯被特赦 犹大女子以斯帖 荣耀地成为波斯国的新王后 这就为他在本书当中 后面提到 他勇敢地解救自己的同胞 埋下了伏笔 做好了故事叙述方面的铺垫 那接着19节到第23节 就是本章的最后一段 它也同样是后面故事叙述的伏笔和铺垫 所讲的就是未来有一天 当亚哈水鲁王夜间睡不着觉 就找人拿来从前的历史档案来阅读 然后就突然发现 犹大人莫迪改为王所做的事 大家可以参考第六章 这最后一段的故事 是讲到在以斯帖成为王后之后 莫迪改并没有因着与以斯帖的关系 而在职务上得到升迁 经文说他坐在朝门 按我们今天的猜测 他为官的职务应该不高 此时以斯帖虽然做了王后 但依然是隐瞒着籍贯 乃是按照莫迪改的嘱咐 没有将他犹大人的籍贯告诉给人 就和从前一样 21节 22节 23节 就提到了在意外的情况下 莫迪改获知了王的太监中 有两个守门的 名字分别叫辟探和提列 他们因为仇恨亚哈瑟鲁王 便阴谋想要谋害王 莫迪改知道此事 就将有关的情报 转告给王后以斯帖 再由以斯帖以莫迪改的名义 报告给亚哈瑟鲁王 在官方的调查之下 情报果然属实 于是太监 辟探和提列 被挂在木头上处决 波斯国朝廷的使官 将此事写在历史的档案上 但注意 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 经文告诉我们 明明在举报 两个太监谋害王的事上 莫迪改是有功的 可是当两个罪犯被处决以后 恶徒遭到了惩治 可是有功之臣 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 同样的 这为后来故事的发展 都埋下了伏笔和铺垫 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 以斯帖记第二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当讲到以斯帖记第二章 我特别要提一下 那就是第十二节 是尤为重要的 这一节我们可以将它看为是 本章的重中之重 我们之所以说它重要 是经文在描述 从波斯国所选的重女子 预备在一年之后要建王之前 按照要求 他们要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 其中六个月用墨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 满了日期 然后才挨刺进去见亚哈塞鲁王 撇开当时实际的情况不讲 这节圣经在灵异上 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的确在教会的解经中 我们会将以斯帖见亚哈塞鲁王 把它理解为 解释为 发挥为 后来神的儿女 在生命当中做准备 经历提升和预备 有一日可以得见君王 就是我们的主 并且可以成为主的心腹 这一角度 这一讯息 是教会当中常讲的 而且我们这么讲 并不是强解圣经 那么若是大家仔细的研读 其实在女子们做准备的时候 经文说 头六个月乃是用墨药油 我们大家要知道 墨药在圣经当中 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圣经里 墨药是用在涂抹并包裹死者的身体的 它是重要的药材 在圣经的灵异中 它所指的乃是死和洁净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说 若在你我得救之后的生命中 我们愿意勉励大家 由于墨药是表明主的流血和牺牲 表明主的死 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成分中 一定要牢牢的让救恩的根基 将我们打牢 把我们建立好 我们的生命中 一定不能缺少主的救恩 主救恩的信息 得救生命的重要性 要在教会的讲台上 和我们个人领受的生命信息中 占有主要的成分 这里所说的是六个月 那么在美好的救恩根基上 另外我们要接受的领受的 就是别的香料和洁身之物 大家可以把这别的香料 和洁身之物看为 是我们高举主的救恩 之后的别的 能促进我们生命提升 和突破的追求和事工 但重要的 一定要以头六个月的墨药油 做洁净的基础 说清楚一点 今天好多教会的讲台 喜欢讲一些振奋人心的 很有色彩的 让人的心血澎湃的道 但却缺乏了救恩的基础 有很多弟兄姐妹甚至忽略了 主的流血和牺牲 有的弟兄姐妹甚至非常陌生 不明白每次在圣餐的时候 为什么要纪念主的死和百杀 这其实都是生命当中缺少了墨药的油 这样忽略救恩的弟兄姐妹 通常会非常推崇 另外六个月所用的香料和洁身之物 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那另外六个月所用的香料和洁身之物 所代表的追求的方式或者是事工 我们并不是要反对 记者我们所提倡的和鼓励的 就是每个信徒 每个团契 每个教会 在传讲主生命的信息的时候 都让我们看中墨药油的地位 但愿弟兄姐妹们都能明白我所说的 也让神借着本章的经文 给我们带来赐福和鼓励 你我真的会像以色帖那样 正在被预备要见我们荣耀的君王 那么就让我们做精心的 悉心的美好的准备 使我们得见他的时候 就立刻能得蒙王的喜悦 所以在今天 大家可以好好思想一下 犹大女子以色帖 为什么能够得亚哈水罗王的喜悦 并被立为波斯的王后 取代瓦斯提 好的弟兄姐妹们 但愿慈爱的父神每一天 都将他的生命平安 喜乐荣耀能力盼望 从高天他宝座那里 临到我们每一位 在我们今天读了以色帖记第二章 就让我们能从本章中的主角以色帖那样 我们看见 他是无论在哪里 都是有神 无形的恩宠 在暗中与他同在 还有 当他与人在一处的时候 无论走到哪里 人都喜欢他 而且这个女子 有着非凡的魅力 他除了得 那派定所给他的 对这一切之外的 就别无所求 我们通常会形容他 这是一个靠主 有满足的喜乐和福乐的人 就愿你我今天 都被主和圣灵预备 成为这样蒙福的人 我们生命的大君王 我们的主 真是爱我们 而且爱我们到永永远远 爱你们